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炸机 在2024年10月13号星舰5飞翼中 SpaceX成功的用筷子回收了返回的超级重型助推器 筷子回收超重的成功意味着SpaceX开启了一种全新的火箭回收模式 原来,009火箭的一级采用只腿着陆的方式回收 落地的一级火箭首先要被垂直吊起 在拆除只腿之后再翻转到水平状态 然后放到公路运输车上运回厂房 在厂房里,即使返回后的一级火箭完好无损 也需要重新安装只腿后才能投入复用 但是,采用筷子回收,省去了拆装只腿的时间 另外,在火箭的组装过程中 使用筷子也省去了火箭由水平状态转换为垂直状态的过程 不仅节省了状态转换的时间 也节省了状态转换前后测试的时间 这些都能大大减少火箭附用的准备时间 从而提高火箭的发射效率 总有网友问我,SpaceX的军事价值是什么? 其实,说起SpaceX的军事价值 还要从它的航天发射和卫星这两点说起 在航天发射上,SpaceX的军事价值 主要就是其低廉的航天发射成本和极高的火箭发射效率 或者说极高的火箭粘发射量 说起低廉的航天发射成本 大家都会说什么星舰能够把航天发射成本降低到每公斤1000美元 甚至是200美元 但那是未来的事 咱们现在只拿眼前已经实现的来举例 就已经足够说明不少问题了 在航天发射成本上 以ULA的宇宙神武火箭为例 宇宙神武火箭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 大约是17.8吨 发射报价大约是1.5亿美元 平均每公斤是6726美元 而SpaceX目前一枚全新的009火箭 在一级不复用的情况下 一次发射的报价是6700万美元 不复用的009号火箭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 大约是22.8吨 平均是每公斤2940美元 是宇宙神武火箭的43.7% 如果是20艘火箭 发射的报价不到4000万美元 平均是每公斤2532美元 是宇宙神武火箭的37.6% 如果星舰真的投入使用 这是按照最保守的每公斤1000美元来计算 发射成本也只有宇宙神武火箭的15% 在火箭发射数量上 根据统计 在2014年 宇宙神武火箭创造了自己的年发射次数记录 达到了9次 如此算来宇宙神当年把160吨载荷送入了轨道 反观SpaceX 我们仅考虑009E型火箭 在今年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 发射次数就超过了100次 入轨的载荷超过了1600吨 是宇宙神的10倍 如果火箭回收改成筷子 火箭的年发射数量还有望成倍的增长 在卫星上SpaceX在军事上的价值 主要的也是价格和数量 马斯克预计 星链卫星网络最后大约需要包括4.2万颗卫星 而在其中占主体的是星链2.0卫星 如果我们把星链卫星看成一个系统 那它就会包括结构构架 推进系统 滋控系统 控制系统 通讯系统 供电系统 和有效载荷等几部分 在这些组成卫星的部分中 结构框架 推进系统 滋控系统 控制系统 通讯系统和供电系统 都是基本相同的 它们共同就形成了一个被称为 卫星平台的单独产品 而有效载荷对卫星平台来说 就是它们的服务对象 卫星平台可以根据有效载荷的要求 调整自己的姿态 进入所需的轨道 并为载荷供电 载荷则可以根据自己的任务要求 向最终的用户提供服务 比如数据 或者是手机通话服务 由于卫星数量的众多 而它们都使用相同的卫星平台 这样就很容易形成产业化的规模效应 一方面 使卫星平台的生产成本 大幅降低 另一方面 使平台的性能大幅提升 第三 则是生产洲机 大为缩短 SpaceX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 才会推出星顿 星顿 从本质上讲 就是一个SpaceX 为美国国防部提供的一个 经过强化的星链卫星平台 美国国防部 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 添加自己需要的载荷 形成数量庞大的军用卫星网络 低廉的价格 快速的火箭发射能力 再加上高性能和数量庞大的卫星 形成的结果会是什么呢 大家还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的T34坦克吗 也许T34坦克并不是二战中性能最优异的坦克 但正是它依靠着自己还说的过去的性能 简单的生产工艺和低廉的制造成本 形成了在二战末期超过5万辆的装备数量 从而完全碾压了德国的装甲力量 在二战中 以T34为平台 先后发展出很多变形 比如装备76毫米坦克炮的T3476坦克 装备85毫米坦克炮的T3485坦克 装备火焰喷射器的T34喷火坦克 装备100毫米反坦克炮的苏100反坦克自行火炮 以及装备122毫米榴弹炮的苏122自行火炮 同样 以星链2.0卫星平台和猎人火箭 兴建为基础 美国军方完全可以让卫星平台搭载任何自己需要的载盒 比如光学侦察相机 多普勒雷达 电子侦察设备 甚至是激光武器和粒子输武器 在依靠SpaceX强大的火箭发射能力 在短时间内建立一个由上千 甚至是数千颗军用卫星组成的 即侦察 预警 跟踪 甚至是打击为一体的太空作战网络系统 要知道 根据网上的信息 美国目前仅拥有大约270颗军用卫星 而俄罗斯只有110颗军用卫星 中国大约是160颗军用卫星 SpaceX加入将会使美军在同样的花费下 使自己的军用卫星数量翻倍 甚至得到数倍的提升 从而对其他国家在数量上形成碾压式的优势 就像当年T-34碾压德国的装甲力量一样 在另一方面 通过俄乌战争的实战考验 星链也表现出了极强的应变能力 2022年2月24号 俄军入请乌克兰 两天后 马斯克就开始向乌克兰提供星链卫星服务 不久后 俄军开始对星链卫星进行干扰 这一度阻塞了乌克兰部分地区的星链信号 但仅仅几小时之后 SpaceX就通过远程更新卫星软件的方法 用跳频 扩频技术 绕过了干扰 此外 在一开始俄军能通过追踪乌军连接星链终端的路由器的固定MAC地址的方法 判断乌军指挥所的位置 并对其实施打击 但在2023年年初 SpaceX允许乌军使用随机MAC地址 从而规避了俄军的追踪识别 还有 在2022年星链终端还要通过GPS定位才能与卫星联网 而俄军正好擅长GPS干扰 干扰员甚至被配属到前线的单兵 在强大的干扰下 星链终端需要GPS定位才能联网的设置 一度使乌军的部分星链终端无法上网 但后来星链进行了软件升级 允许乌军的星链终端 关闭GPS定位 直接和卫星联网 从而使俄军的GPS干扰失效 所有这些战争经验 对未来美国的军用卫星适应复杂的未来作战环境 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以上就是我认为SpaceX最重要的军事价值 好 关于SpaceX的军用价值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不要您在听了之后 有什么别的想法 欢迎您给我留言 咱们可以一起讨论 在节目的最后 我提醒您 这里是吐蕃鼠炸机 请您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 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在咱们下期下期开 by打开小铃铅